当中方 就当大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把一个中国这个事情 就是九二共识理解为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 一个中华民族的时候 从一方面来看 这等同于把我们的诚意善意 和我们的底价一次性退到位 就像我之前举的 就是邱教讲这个谈判策略 最糟糕的谈判策略 他称之为波斯地毯谈判策略 炒四十五分钟 然后让一毛五分钱 然后再炒 大陆这次就是 我给出的方案就是我的底线 你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我都不讲这个中国叫什么名字 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 这个东西是一个进步 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定 他把中国和中华民族 这两个东西做了一个建构 构建了一个两岸集体身份 构建了一个两岸集体身份 有了这个集体身份的干嘛 他上面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逻辑 大家都是家里人 家里人怎么办 有事做下来谈 有分歧 有不理解 有不复兴 有毛病 没关系 慢慢谈 什么叫慢慢谈 也就是你只要接受了这个东西 你开始跟我谈 谈到最后当然是和平统一 那就没有时间表 感谢您的帮助 等下来 感谢观看